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的信息就一次过解开了 对于弟兄姊妹而言 就会有一个很清晰的图片 就是对于神审判的时间里面 我们都会明白那些被审判者 其实他们做错在哪里 为什麽他们会得到相对应的惩罚 是的 所以如我所说 我提过在哉再也提过 神为什麽要把信用搞到这麽神奇 这麽傲秘 这麽多启示 你没有启示你根本没可能明白 原因就是他要试验我们 并且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推广他性格的历程 但是既然是推广的话 所以变成的性格是自然而生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容许我们变坏和变好 然后到最后他们就收割变好 就好像天使人在末日子 将墨子和拜子分开了 之前是将我们混合 因为事实上有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拜子 才会导致我们墨子的性格更加坚毅 更加真 以及富国代吉更加大 因为其实在我们信仰里面 当然我们优先 现在就知道为什麽我曾经说过 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一定要分为 你代讨和祝福的人的先后之随 你生命里面的受高者 这样分析 其实就是分为 你的生命里面最大的 最好的的撒玛利亚人 一路分 有一些不是轮舍的 圣经其实从来没有叫你去爱他 从来没有 他要你爱是你的轮舍 就是为好撒玛利亚人 因为我们欠了很多人很多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 祝福了撒玛利亚人 因为你祝福你生命里面的撒玛利亚人 你才真的有资奸 学会怎样做撒玛利亚人 因为连撒玛利亚人都不懂得欣赏 明白吗 就是等于外面那些 都不懂得欣赏我 那你叫他怎样做撒玛利亚人 在他生命当中 有机会见的 时代里面最伟大的撒玛利亚人 他都不欣赏 然后做做撒玛利亚人 做一个贪财的禽兽就差不多 所以首先我们一定要 无论是我们父母 如果是姊妹 可能是你的丈夫 他既然是你生命当中所见的 好撒玛利亚人 就是你的邻舍 就是你要祝福他 当你祝福他 你才会懂得欣赏 而且才能体验到 原来这样也是一种的祝福 你才能懂得学到 去做撒玛利亚人 所以先是 優先去祝福我们的邻舍 然后跟着我们 才能做到人家的邻舍 就是你才能做到人家的 撒玛利亚人 就是等于当时 在主耶稣的时代 那些人不懂得欣赏主耶稣的话 然后说自己想做撒玛利亚人 怎可能 你都连主耶稣 最好的撒玛利亚人 都不懂得欣赏 那你不用玩了 在神的面前也不用玩了 因为现在说 我们走这个真理 做这个原则 都因为神 因为这是圣经里面 两个最大戒命 所以 我们人生里面 其实 在整个信仰里面 本身就应该向着这个方向走 但是只不过就是 他实在 人生太过变动太多 和太抽象 每个时代当中 他的善与恶 太过混合 所以很多人都不懂得欣赏 所以很多人都不懂得欣赏 举个例子 为什么不懂得欣赏 明明 在1996年 我们的事件 其实真的很多人都不知道 究竟我们是正确的 我说的是基督教 他们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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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很多时候 教会界的教导 都是来自世界的 就是说 当时 为什么这么多教会界 不会觉得我们正确 正确 就是证明了我说 因为他们的教导 来自世界 世界觉得我不好 那就是不好 但是在神眼中 我是好还是不好 大家知道 现在一定是好 但是竟然教会见不到 教会说认识神 追寻神 寻找神 爱神 侍奉神 什么都说齐了 但是他竟然见不到 神做的事他见不到 为什么 因为如我所说 香港需要我的教导的原因 因为教会大部分的教导 都是come from the world 所以世界觉得我不好 他们都觉得 一定是不好 现在27年后 那就证明他们死定了 因为他们死定了这个世界 而并且他们做的 竟然就是 去逼迫 他有生之年里面 能够有机会 去祝福得到 帮到的 他们值不倒转枪头去做 个个都不想 是在主耶稣的时代 成为 把主耶稣钉死的人 但是他们在这个时代 他们都是做回那个错误 都是将他们这个时代 的三个人钉死的人 路加坤第十章 第三十六三十七点 你想这三个人 哪个是落在强道手中的轮舍呢? 他说 是联敏他的 耶稣说 你去照样行吧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